主席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今天列席的主委部長 還有各位政府官員 麻煩我是不是請管主委 謝謝 請問主委 因為這裡面不涉及到 任何的外籍勞工的開放 沒有 那請問有沒有可能 我們在白領勞工的身上 我們這個條例還有空間可以保障 僱用一定比例或者是 限定數額的 本國的白領階級的員工 有沒有這個空間 因為現在大家都覺得說 我們是要保障本國勞工 或者是給本國勞工一個機會嘛 因為你現在的空間是你投資多少錢 你就帶進多少人來 我覺得委員講的問題非常好 對 我們剛剛正好在回答葉委員的提問的時候 我們就說明 那個一定規模中還會考慮 不僅是規模 也會考慮本國級的專業 沒有錯 請主委一定要把這個概念帶進來 謝謝委員提醒 否則這個邏輯是變成 你是完全進空本國白領階級 完全沒有到這個 至今區工作的機會 對不對 委員講得非常好 因為我覺得你本利不是這樣 而且我們的法律規範 未來的 在立法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 設定一些比較 既有的一些保障 是不是這樣 對 我們會橫平這個東西 對 只是開放別人 完全不顧本國 沒有錯 所以我希望在未來這個 法律條件當中 能夠 把一定的概念把它放進去 好 好不好 那不違背整個自由經濟 示範區 全世界的普遍性的前提之下 也保障我們的白領 本國勞工的就業空間 好 第二個就是說 有關人流管理 我請問主委 按照您這個 草案的概念 對外國人的管理 跟對大陸人士的管理 是一致的 還是不一樣的 其實現在還是不一樣 現在還是不一樣 對 像外籍人士可以來台灣工作 沒有錯 陸籍不可以 對 所以以後在資金區裡面的人流管理 基本上我是覺得還是兵分兩路 是 目前就是這樣 因為兩岸關係比較特殊 所以你在管理這一塊的時候 你不能把它混為一談 是 對不對 否則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說 你在本國的領域當中 管理得這麼清楚 為什麼到了這一塊當中 就變成好像可以打混帳 那這樣的話又會增加 在野黨批評或者反對的難度 謝謝委員提 我們這樣本來就外路是分開的 對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說 有關這裡面所製造出來的東西 我們希望它能夠百分百是MIT 是台灣製造的 那我想在這個 這一塊裡面 我想主委你應該清楚 我想經理部長部長也知道 我們目前國內很多產品 掛MIT 其實它很多是大陸裡面 原裝的東西進來到台灣 組裝 譬如說電視 你知道嗎 現在電視貼MIT的 其實很多都是大陸的原件 零件 機心 進來之後 冷氣也是這樣啊 那台灣 只組裝 就貼上MIT 這個第一個不僅 我認為不實 第二個 也傷害了整個台灣的形象 那我現在在意的就是說 在至今區 未來這一塊當中 你剛剛有講嘛 從外國進口原料 甚至從大陸進口原料 到台灣的至今區當中 來做一個生產 所以我現在比較在意的就是說 請問這個生產是不是 源頭源馬百分之百的生產 還是可以簡單組裝 又可以又出去 那這樣的話 對台灣公平嗎 對MIT的形象 是對的嗎 跟委員報告 委員那個問題 講的這個問題也非常好 是 事實上MIT這上面 是有一個共同的標準 這通常都一定要有 一定的local content 就是一定要有一些本土的 通常我們 我們這樣規定是要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現在只有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是吧 我這個比例不能夠再增加嗎 因為你說 加值 加值 欸加值對不對 對 你要加值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對 那不是說你進來 隨便簡單組裝就是了 那本席尊重 但是無論如何請經濟部張部長 或者是管主委 這一塊請你務必要好好 好好防守一下 對 我們會做 好不好 那另外就是說如果是食品的部分 一進來之後在這裡生產 那請問 誰來集合這個 食品的邊界管理的問題 是農委會呢 是衛生福利部呢 還是當地縣市政府的衛生局呢 這一塊怎麼辦 也就是說食品的問題 食安的問題 現在國內已經鬧得沸沸揚揚 那等到 到了自由經濟區裡面 所生產的所有的食品的東西 那請問這裡面的檢查 積核 積核 是誰 是屬於地方政府 還是屬於中央 中央是屬於哪個部門 就跟委員報告 目前的規劃是 原來的規定是歸誰 就是歸誰管 原來的歸誰就歸誰管 對 因為我們沒有說 特別集中到哪裡 因為它是自由 因為它是自由經濟區的東西 所以它以後生產出來的東西 請問可不可以賣到台灣來 不可以 不可以賣到台灣來 應該這樣講 本來可以進口台灣 當然還是可以 因為它本來就是可以 對 如果本來不讓進的還是不讓進 它還是不讓進口 可是如果是運用大陸的農產品 所生產的東西 可不可以進來 看它轉進來 那個品項 它現在是不是 本來就可以進口 本來可以進口 當然還是可以 因為它本來就是能進來的 如果本來是不行的 還是不行 那請問這一塊的檢查機核 我就 因為我比較弄混掉 就是說 因為它是一個特殊的示範區 所以它我們目前的在食品裡面 超市裡面的東西 是屬於 縣市政府衛生局 機查為主的 中間衛生福利部幾乎是沒有 跟委員報告 剛剛那個農委會陳主委 針對這個問題 他舉的例子就是花生 花生醬 對 那花生醬本來就可以進來 花生醬可以進來 那如果今天是進口的花生 做出來的花生醬 對 那個轉型的花生醬還是可以進來 所以 因為它本來花生醬 在大陸做的也就可以進來 在越南做的也可以進來 比如在本席的選區 台北港 現在就是自由貿易港區 是 假如在它裡面生產的花生醬 那請問 是屬於新北市這種衛生局來機查 還是屬於我們衛生福利部的機查 這好問題 新北市 新北市 就是說 就目前的分工都沒有問題齁 我請你們要釐清這一點 好我們會特別 我會請同仁再確認一下這個管理的 那再來本席在意的東西就是說 利用 自經區 或自由貿易港區 來討漏稅 或來討漏產品 的生產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要請財政部 張部長要特別注意到就是說 現在很多人就跟我們講說 它很可能齁 這個東西就會變成一個 逃漏稅的一個渠道 利用自由貿易港區 或利用這個自由經濟區 那請問主委 你們在建立這個法律條文 草案的時候 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跟 房幣的問題 有 報告委員我們有 而且我們曉得這是特別重要 因為 這上面如果不能做好 我們現有擴大自貿港區 包括用遠端間 老假情那個財政部張部長 就會完全破工 所以這上面做好 是一個基本的要求 對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財政部 就說就這一塊來講 因為財政部是比較 等於說在這個部分當中 我們要防守整個國家財富 這一塊很重要 所以在 示範區條例73條裡面 大概有十幾條都是規範這個 都是規範這個 就是 創新官物 我們要 所有要加入前店後廠的示範區廠商 都要有電子帳策 然後電子帳策呢 我們海關呢 在遠端 集合它的物流流向到哪裡 接著呢 我們這廠商要做分級管理 分ABCD四級 按照它過去的法 法律遵循的程度 它守法的程度 分級 然後抽檢 最後實地查核 然後我們實地查核的時候 未來會規劃跟國稅局一起查 好 是 部長謝謝 那個管主委 我也要提醒 也就同學提醒兩個 也有人提醒到就是說 很可能利用自禁區裡面 生產過多的東西 譬如說我生產 我要出口的是一百件 可是我生產的是一百二十件 我二十件就可以從 自禁區的後面 雇用卡車 再出來在台灣的市面上銷售 我就頓逃了 我就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請問在這個法律條文的設計當中 有沒有考慮到類似這種可以 可以 譬如說我們在物流業上 它有些東西 它那個有個一定的比例 有一定的比例 然後 比例上有限制 而且它如果是本來可以進來 如果需要有各項稅付 它的稅付都全部需要繳交 好 我最後只再問一個問題 請問主委 就整個概念當中 目前所有的七大港區 跟一個屏東的這個農業科技園區以外 有沒有 推論規劃更擴大更多的東西 因為這裡面是實體的 那現在有沒有虛擬更多的東西 目前 目前現在是 像金融和教育創新 對 這是在用四點虛擬的方式 那未來如果我們將來再 再進一步 如果還有其他的產業也可以考慮的話 會隨著我們在進度 我們會再持續去觀察 但是我們也有理由相信說 隨著我們開放到一定程度 再下來的話 說不定到時候是全面都可以進到更自由化的境界 也可能 好主委本席要提醒您 就是說實體的部分 比較能見度比較清楚具體 大家可以觀察 是 虛擬的東西反而要透過想像 那只要透過虛擬的東西大家就可以扭曲 這個扭曲您的主張 扭曲部會政府的主張 扭曲我們這條文的主張 所以我本席我反而比較擔心 就是說虛擬的部分 在這裡的建制 這裡的建構當中 我們可能是不是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去做規範 還是說實體的部分跟虛擬的部分 你覺得都沒有關係 我用這一套就可以了 報告原來實體跟虛擬 就是我們講第一類第二類 我們都有清楚的區分 也有嚴格的定義 也有不同的管理方式 還有您整個的設計的基礎 是建立在我們要加入TPP 加入RCEP這樣的一個 對 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之一 我最後一個問題說 請問 會不會我們在這個會期 假如我們都很順利通過之後 等到以後我們加入TPP 加入RCEP之後 因為跟你加入那邊了 這裡又不夠了 我要重新再翻轉 再來修正 再來做檢討改進 要不要呢 請問要不要 還是我今天這一套通過了之後 我就可以運用充分自主的 進入到TPP市場 都沒有問題 不行 那個報告委員 我們之所以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 因為你是TPP 或其他的區域的自貿協定的話 他一定是全國要適用 我們這個只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一定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就希望藉著這範圍的先做 讓全國各地大家都覺得沒有疑慮 到時候我們推到全國 應該接受度會變高 這是目的 好 謝謝 我們支持 謝謝 謝謝委員 接下來請習耀參委員歡迎